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所重大的一个更衣 所以我建议呢我们还是要运用充分的理性的公开的透明的一个辩论 来让全民一起面对 曾如总统所说的 让这个议题在资讯充分揭露之后 全民决定也全民承担 昨天在经济委员会 在一分纷扰扰 吵嚷之间 主席应用了交叉 模糊的一个策略 让会议询问跟临时提案同时进行 大家都以为正要进行会议询问 结果主席突然要求议事人员宣布临时提案的内容 宣读临时提案的内容 但是因为会场非常的吵杂 本期曾经亲自到主席 为钱啊 跟他要求 把所有的提案的内容 分发给所有的委员 但是议事人员 还没有将这个提案的内容分发的时候 因为已经宣读完毕 主席又突然宣布 询问说到底有没有人有一件 大家搞不清楚这个内容是什么 接下来主席又宣布 没有一件就通过 事后我们看到了四个提案 是相互干戈的 比如说本席提案的是维持朝野协商的内容 也就是已经要执行的预算 让他们继续执行 还没有执行的 而言语暂停 但是民进党所提的是 全面的返还预算数 预算停止 如果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议题是全民 或是多数的民众支持的 民进党何须在这个时候 用这种不负责任的 争议性的 戏剧性的 让这个提案通过 何须在这个时候 急于争功邀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